大家好 如果你有机会去跟一些很有经验的投资者 或是说技术分析 讨论股价主持的时候 什么时候要买 什么时候要卖的时候呢 你时常会听到这句话 买的时候要慢 卖的时候要快 买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买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要等到那个 句式稳定下来了 通常是加频量频 或是说加频量速的时候 呃 代表呢 这个价钱呢 通常都是已经在 盘整区的时候 已经没有什么多变化的时候 我们才去买 这样呢你就会买到相对的低价 相对的安全 通常要卖的时候呢 我们要快点卖 呃 呃 尤其是股价是接近 呃 历史新高 或是破新高的时候 然后有一些迹象 它出现那种危险的信号呢 啊 我们就要快点卖 啊 快点卖掉哈 因为通常一掉下来的时候呢 啊 啊 就会有一种恐慌 为人采人 啊 那时候就变成要钱不要货 啊 是一种 啊 所以是很危险的一种状态 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有这句话说 买的时候要卖 卖的时候要快 这样站在 呃 均线呢 的角度来说呢 操作来说呢 也是有 啊 类似的一种操作 所以今天就带大家分享一下 呃 通常呢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 买的时候 我们马来西亚的 这个 MA20 啊 是一个不错的 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 啊 啊 均线的 呃 那个拿来判断 走势是不错的 啊 这算是个月线 啊 网金交叉 MA20 啊 是个买路的点 啊 之前讲的 啊 三线穿羊 开发 其中条线也是 MA20 另外一个就是 三线交叉 王金坑 其中条线也是 MA20 所以 MA20是很适合 在马来西亚做交易的 尤其是在买的时候 啊 马来说 这样呢 呃 呃 Mine呢 Mine呢 我们就讲要快嘛 这样呢 我们就说 就用 MAS 是MAS 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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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慢 SROW MAS 这个是 FAST 啊 所以 MAS 是两个礼拜 MAS 是一个月 这两个礼拜肯定是快过一个月的 这样呢这边我就有个例子了 这个是HAPPY EYE 这个是很简单的例子 你们自己可以去找一些更加比较适合的 我不会刻地的去找一些例子来证明 来证明这些操作法 你们自己可以去适合你们的 so 这边你就看到呢 这点这个 这个 它是突破MS和MA20 是个很好的买点 大概是2块1左右 2块1 如果你是依照说OK 我MA20经差我就买入 MA20时差我就卖出 这样呢你大概会卖在这个价钱 这价钱 也就是大概是2块6 2块6啊 但是如果你说我要快一点慢 这样呢我就跟你 我就建议说你就不要看MA20 看MA10 就说MA20 作为一种买入的判断 MA10作为一种卖出的判断 比如说你说我是MA20买入 这样MS的卖出呢 你就会卖在这个价位 在这个价位 3块钱 对比 2块6 是 赚的比较多 这个是一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例子 当然也是可以说 我是用MA5跟MA10也是可以的 MA20跟MA60也是可以 这个是 你自己个人的策略 如果你是用MA60 这种中长线来做买入的 你可能需要说我用MA20 来做卖出的一种判断 如果你是用MS的 来做买入的 你可能要用MA5 来做做卖出的判断 据说买的时候呢 我们慢点 不是问题 卖的时候呢 我们要快点卖 当然有可能 你卖了之后呢 它继续往上码 那时候再买回来也是可以的 不是问题 但是 最少你先赚 最少你的钱先进到口袋先 避开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也是可以的 这我总结一下 MA20 这个是买入 这个是卖出的判断 一条快线 这条快线 一条慢线 来做比较 来判断买的时候 跟卖的时机 也就是 买的时候要慢 卖的时候要快 这一种操作法 如果你有一些其他 一些example 可以放在留言里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